你是從哪兒過來的 我是台灣人 哦哦 對 從台灣過來的 從台北過來 對 台灣在大陸眼裡還永遠是中國人 對 但是你們去台灣還是要辦露台證 對對對 我們來你們這邊還是要辦台報證 跟各樣 對 你們拿你們的護照是進不來的 你辦簽證 對 還是要辦簽證 但是以後會檢驗 那祝你們加油 我現在還無法相信 我現在人真的確確實實的就在中國 給大家看一下我正前方 前面門真的很有中國味 就跟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耶 那來來來來 這我本來是日常乾淨啊 所以我不讓我 我不知道北京是每天都這樣子 今天的空氣真的 明顯的感覺出來很髒 因為我從台灣來 我剛下飛機 那感受很明顯 他們這裡的空氣裡面有一種臭味 你一味你就知道 那個不是一個乾淨的味道 很明顯看得出來 一樣 他們的空氣是霧霧的 不是那種要下雨的霧感 但是霧霧真的很嚴重 網紅鍾明軒向來言論大膽 近日他在YT更新到 中國北京旅遊的影片 影片中 除了與計程車司機大聊正之外 鍾明軒走出飯店 到外面逛逛時也提到 北京空氣明顯感覺很髒 引發大批網友留言認同 表示中國空氣不好加一 我們從頭到尾攻擊的主詞 是中國政府 我們對他們的人民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覺得老實跟大家講 我目前的想法就是 我們兩岸就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 我們生活中也不會有 平凡彼此可以交流的機會 我們就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 所以 如果現在看影片的人 你是中國人 不要再說 你們台灣人是不是討厭中國人啊 感覺尿祥很討厭中國 你抽中耶 你討厭中國就不要來中國啊 就 Excuse me 親戚床 一般的SOP應該是 OK 我見到你的本人 我認識你之後 我再去決定 我要喜歡你 還是討厭你 還是對你產生其他情緒 應該是正常的SOP 但是 我們的生活中就是 不會很平凡的見到彼此 我到底要 如何對你產生喜歡 或是討厭 或是其他程序啊 不要再問這種沒有邏輯的問題了 討厭的 Always 就是 括號 主詞 中國政府 我們對你們人民沒有任何的想法 然後為什麼 我這一次會想要去中國大陸的原因呢 是因為 我覺得我這一生 必須得一個人去一次 依我之前旅遊的經驗 我一個人去柬埔寨 一個人去印度 我逛去這兩趟國家 我就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千萬不要透過媒體 不要透過報章雜誌 不要透過Social Media上面的資訊 來去認識一個國家 那些政府 那些官方所說的 所塑造出來的形象 都叫做官方說法 我這幾年很常一個人去旅遊 因為有些經驗 我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要真實的認識一個國家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直接進入民間 直接去看他們當地人民生活的方式 直接闖入當地人所謂的 日常理 這些體驗對我來說才是真實 很多飛到半太多 我通常呢 只要是第一次去一個國家 我都會直接從他們的首都 一線城市開始玩 今天街上班機 這張機票是從台北 可以往北京 三到四個小時的飛行時間 那我這次飛北京的機票 也是先買單趟 因為我不知道未來的我 我會想要去哪裡 所以我保留了一點空間 給未來的我發揮 所以飛到半太多 我們就 原地出發 姐妹們瘋了 現在是我百分之百是覺得我一定可以進來 但是 剛在過海關的時候 我的手還是在大流汗 重點是我剛給他護照 他還說 這不用 然後就拿這個台包證給他 他就一逼 整個過程沒有三秒 我就過完海關了 炸塊 我現在呢就是 已經 全力進來了 我看到了 大體驗 好了 姐妹妹們 我現在到了 提議行李的地方 我只能說 北京機場真的很大 我到底還在找我的行李在哪裡 看到了 我要去搭計程車 它這邊叫做出租車 好 入境隨俗 打車 打車 出租車 超乎的 超乎的 一位 一位 一位在3號 好的 拒絕黑車 平安出行 應該就是我們所謂的白牌 好 先走P16 好的 你好 我的車 車位好臭 你好 我要去這裡 黃小打號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是從哪兒過來的 我是台灣人 對 從台灣過來的 從台北過來 對 一會到地兒 可以微信付還 可以是吧 我有辦支付寶了 就支付寶可以付 是吧 可以付 不能付的話 我有人民幣 我盡量不收錢 你盡量不收 對 但我支付寶應該可以用 台灣在大陸眼裡 才永遠是中國 對 但是你們去台灣還是要辦 露台證 對 我們來你們這邊還是要辦台報證 跟中國一樣 對 你們拿你們的護照是進不來的 你辦簽證 對 還是要辦簽證 但是以後我會檢驗 那祝你們加油 你父母都是中國人嗎 我父母嗎 我父母都是台灣人 都是在台灣那邊的 對 以前都是聽說 是吧 聽說 就是聽說 通過媒體 聽說 北京什麼呀 什麼呀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兩邊都一樣 我們都是透過媒體 來認識 兩岸的人 可是我這一次就是想說 我想要 親自自己一個人來看看 中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 體驗一下文化 你這代人啊 你怎麼看待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呢 我怎麼看待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對對對 就你們這代年輕人 我們這代年輕人 我不敢說我代表說我年輕人 代表你自己 我代表自己 哇 這話題是真敏感 挺敏感 挺敏感 其實也沒什麼敏感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 首先一點肯定是 同宗 是吧 台灣與大陸是同宗 肯定是 但是還是 屬於叫 不是同一個國家 對吧 在你們的眼裡 對 大多數人的名義是 是跟你們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 是 但是 但就是 我知道 就是 民意上 對兩岸統一 可能不太強烈 是嗎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無所謂的狀態 無所謂 我就是覺得 生活比較重要 但我不管 同意不同意 或獨立不獨立 我都還是想要 自己 親自來 這個地方 認識 因為我覺得 每次看那些媒體報導啊 或是看那些報章雜誌 所講的 我都不覺得是真的 我覺得真正要認識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 最直接的方式是什麼樣 你知道嗎 走過去 去 直接進入民間 對啊 所以我這次就來啊 像你的爺爺奶奶 他們可能希望 兩岸統一 是吧 沒有 他們爺爺奶奶叫做 反攻大陸 他們是國民黨軍官 是吧 對 那個是爺爺奶奶那一輩的 不不 也不一定 雖然 那等到老的時候 他還是願意回歸的 也不一定 你的父母這代人也不討論 是吧 不討論那個話 你覺得 不會啊 我們在台灣 大家都會討論啊 也會討論 對 只是說 我來到中國的話 我 不知道耶 感覺好像這個議題比較敏感 就比較不會主動去討論 但是台灣政治節目 每天都在討論 對啊 北京人就愛討論這些事 你剛一上車就跟我討論 我直接嚇到啊 對啊 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家常變化嘛 所以你們很常聊政治啊 北京老百姓都愛聊政治 真的啊 對啊 欸 那是我們誤會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以為就是 嗯 在這邊講話要很小心 不會不會 不可以講太多 有關於政治 敏感話題 不會不會 真的啊 北京都非常包容嘛 非常開放 欸 可是這樣大哥 我還是 真希望有一天你來台灣走走 因為 我自己在台灣活了25年 我到現在喔 我都還 還吃不膩台灣的食物 這是事實 就是我到現在 我每天都選擇障礙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就食物太多了 我到現在還沒 我到25歲還吃不膩 就代表就真的台灣 就是台灣美食 真的好吃 就是台灣美食比較多 是吧 太多了 聽說所有中華美食 都匯集在台灣 你在台灣你都可以吃得到 你要吃四川的吃得到 你要吃台式的吃得到 你要吃成都的 都吃得到 哪裡都吃得到 在北京也可以 北京也可以 但台灣小嘛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吃到那麼多美食 你就覺得 很容易就能到 對 很特別 你像我們去完海邊 突然想去山上 開車不用一兩個小時就到了 哦 對啊 很快 大哥很高興認識你 你人真好 謝謝大哥 大哥新年快樂 拜拜 謝謝你 我已經到了 OK 好的各位 我現在已經順利的抵達 我這次在北京的飯店 哦 這邊應該叫做酒店 然後我這一間的Viu給大家看一下 跟台灣有一舉同工之妙 就是 就有一種 你看 酒店住得還不錯 但是一轉身 衝突美感 我個人很喜歡這一種 小鎮跟都市的一線之差 其他的行程呢 就是隨便洗一洗 明天我有安排行程 我還是無法相信 我現在已經在中華那邊共和國 好的 前輩們 我現在已經走出來了 半間附近呢 就是 王福井大街 Google照片宣課一下 王福井大街 是位於中國北京市 東城區中部的一條大街 也是北京市的一條商業街 全長1.8公里 它是一條商業街啦 我現在還無法相信 我現在人真的 確確實實的 就在中國 給大家看一下 正前方 前輩們真的很有中國味 就跟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我不知道北京市每天都這樣子 今天的空氣 真的 明顯的感覺出來很髒 例如從台灣來 我剛下飛機 那感受很明顯 他們這裡的空氣裡面 有一種臭味 你以為你就知道 那個不是一個乾淨的味道 很明顯看得出來 一樣 他們的空氣 是霧霧的 不是那種要下雨的霧感 是霧霾真的很嚴重 這裡人很多 應該就是他們的 主要商業街干道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第一天此刻來的心情 雖然說我現在走在這個路上 因為我第一次走在中國路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講話 就變得好像 莫名的 不太敢多說什麼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 我潛在意識的 開關被打開來 然後是一個 無形的壓力 但或許我在那邊大講話 或是 大講我想講的 也沒有人會care你 因為畢竟今天是我第一天 所以 我可能需要慢慢習慣這件事情 我會達到 沒什麼 在一起 不疑 還是 要